《修行》 修行这件事主要是内心的清静 保护内心的清静 使领着一念灵明的心 不管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什么事情 叫它与法相应 与道相应 要这样做 因为你要长时期的这样训练自己 慢慢的呀 你这个烦恼就调由了 就不那么粗暴 慢慢的会由由而无 就没有烦恼了 再继续用功修行 也可能就转翻成圣 就得圣道了 这个次第是这样的 但是说修行这件事 真实的修行是什么呢 还就是四念处 四念处里边有止有观 静坐的时候修止修观 静行的时候也可以修止修观 这样子长时期的训练 这个烦恼就会受到影响 慢慢的慢慢的 就没有烦恼的活动了 应该是这样做 才是对的 如果一直的停留在 修行的前方便 只是送送文具 这个烦恼是不能够断的 调幅都很困难 什么时候什么因缘呢 烦恼就会动 烦恼动的时候 没有学过佛法的人 那是很明显的触动的烦恼 学过了佛法的人 有可能用佛法做理由 掩饰自己的烦恼 实在也还是烦恼 或者是贪烦恼 或者是趁烦恼 这个贪推动自己心 表现在行动上 表现在语言上 那么就活动出来 或者是趁烦恼呢 推动自己的心 表现在行动上 表现在语言上 但是有多少智慧的人呢 会有掩饰 会能掩饰自己 但是在佛菩萨的法眼的观察呢 不可能掩饰得住的 贪心很明显的 沉心是很明显的 愚痴的境界也是很明显的 是不能掩饰的 而我们佛教徒呢 你相信有佛菩萨 你能掩饰得了吗 所以不应该掩饰自己 应该常常地要 学习思念处 自然地它会调伏烦恼 我们通常 说到修识善业 修识善业 生三口是一三 这个生三呢 是很触动的事情 也容易 很容易会知道 唯独这个口是 说谎话 说离间语 说粗恶语 说扎会语 这个说扎会语 有的人有的时候 也会有这种事 说暴恶语 粗恶语 也会有这种事 但是这个说妄语这件事 里面的巧妙可是很多 说一些不真实的话 这是应该要避免这件事 不应该说谎话 这个说谎话犯妄语界 有的人很笨 他的感觉比较迟钝一点 像我本人就是感觉迟钝 你说的我还听不懂 但是也有人很聪明的 你说谎话 他听得懂 不听懂 那么听懂的时候 就给人家一个坏印象 而自己说谎话还有故事 所以实在来说 说谎话对自己不好 你说了谎话以后 给人家一个坏印象 以后人家对你没有信心 对你没有信心的时候 就很难做事情了 就很难处理事情了 这是在外方面 在自己这方面 你在阿里耶诗里面 那个妄语的故事 加重了他的力量 加重了他的力量 对于你自己将来就有问题 他有后患点 所以不要说谎话 不要说谎话 说真是语 这样慢慢地增长你的功德 真是语就是功德 慢慢地的功德增长了 当然我们是我们的办法 是学习思念处 学习思念处 主要是 观神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恶 这观法无恶 有因无恶 有法无恶 那就是波尔波罗密良 用这样的智慧 菩萨于法 应无所住 行于不死 不住舍生心 不住生香味 出法生心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此即是法无恶观 常这样修的话 你这个波尔的智慧 逐渐地增长 力量就强大了 今天也增长 明天也增长 这一个月这样修 下一个月也这样修 久了的话 在你不知不觉之中 你的波尔的力量就强大了 我怎么知道我的波尔 有了力量呢 你很容易知道 就是你的烦恼动的时候 你能用正念调伏它 烦恼就不动了 那就表示你的波尔有力量 如果你用波尔的正念调伏的时候 他不听招呼 烦恼还是要动 那就表示你的正念没有力量 这是很容易知道的事情 所以常常的用功修行 烦恼调有了 你心里面就会感觉到欢喜了 我没有白辛苦 我用功有多少效力量 那么你继续努力的时候 你就更有进步了 这个要是 说我不修十年处 我不修止观 坐在那里打妄想 再不然就是昏尘 那你永久不能进步 你一直停留在凡夫的境界 这个停留在凡夫的境界 遇切实的论 这个修舍成帝 已经告诉我们 三个道随着你 很危险的 要是你能够 精进的修十年处 做如是观的 慢慢的三个道的门就关闭起来了 你永久也不到三个道去 这不是很好吗 所以修行的事情 应该自己也做如理的观察 努力的用功 对自己有好处 对佛法的住持世间也有好处 智力利他都会有成就的 如果说是你不愿意修十年处 放肿自己的烦恼 不能够调伏 自己的三个道的门不能关了 那可怎么办呢